本视频接着讲述韩国和朝鲜的历史。 第三部分,窝乱对朝鲜历史的影响。 李承贵得到明朝的认可后,为了避免高丽王朝复辟,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屠杀高丽王室成员。 高丽王室后裔们为了避祸,纷纷改姓权、金、申、田等姓氏,其他王姓平民也害怕自己被误杀,也跟着改姓其他姓氏。 因此,在今天朝鲜族中,王反而成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姓氏。 李承贵晚年的时候因为宠爱小儿子,结果引发了两次王子之乱,李承贵对于儿子们之间的互相残杀,无能为力,被迫退位为太上王。 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平衡之下,先是由李承贵的次子继位为朝鲜定宗,不久之后,真正在幕后掌权的李承贵第五子李方远继位,就是朝鲜太宗。 太宗在位18年之后,在1418年让位给儿子适踪李托,但是仍然以太上王的名义实际管理朝政。 就在太宗退位当年,朝鲜军队奉太宗的命令,出动1800人远征日本对马岛,准备扫除对马岛上的倭寇据点,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以害东征,日本历史称之为英勇外寇。 朝鲜远征对马岛,令日本想起了当年蒙古军队的两次入侵,再加上当时有传闻说朝鲜是明朝远征日本的先锋,是在为明朝远征日本做前期准备。 因此,当时日本士廷幕府将军,足利一池对此非常重视,亲自部署防御,调派军队支援对马岛。 然而,还没等到幕府将军的援军抵达,对马岛上的大名宗真胜就向朝鲜投降了。 宗真胜和朝鲜签署合约,承诺严惩倭寇,并且向朝鲜称臣大共,以此换取对日朝贸易的垄断权。 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,对马岛上的宗室同时接受,足利幕府和朝鲜王国的册封,因此,在今天的韩国民间才会有观点认为,对马岛的主权归属应该是韩国。 太宗退位四年之后病逝,世宗开始侵障。 在世宗执政期间,大力加强对北部边疆的建设,驱逐当地的女真部族,正是确立了今天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线,开创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,世宗盛世。 而世宗最大的功绩就是在于他颁布了殉民正音。 因为在此之前,朝鲜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,一直都是用中国汉字,但是汉字的读音和朝鲜语之间存在一定的读音区别,因此,只有贵族子弟才能系统接受汉语教学,而普通百姓基本上属于文盲。 这本《殉民正音》最初只是一本,类似于汉语拼音的辅助工具,用来教导人们用朝鲜语读中国的汉字。 但到了近代,朝鲜为了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,直接废除了汉字,使用这套拼音作为国家文字,称之为燕文,也就是今天的朝鲜文或韩文。 这也是为什么在语言学界中,评价韩文并不是一门成熟文字的原因。 因为这门文字本来就是拼音系统,不能完全算是真正的文字, 以至于今天朝鲜和韩国在很多重要的法律文件、身份证信息,多音字节上都要借助汉字来标明,以防出现争议。 不过朝鲜失踪因为是朝鲜文字发明人的这一功绩,被后人尊称为海东尧顺, 在今天一万元韩币上所汇的就是失踪礼陶的头像。 失踪去世之后,长子文宗继位,在位仅仅两年因病去世,文宗年仅十二岁的儿子端宗继位, 端宗继位只有一年,世宗的次子守阳大军李柔发动政变,将侄子赶下了王位, 史称鬼有静男,被认为是朝鲜版的静男之意。 然后李柔囚禁端宗之后继位,就是朝鲜士族。 朝鲜士族虽然是篡权夺位,但却治国有方, 并两都率军越过鸭鲁江,征伐女真不足,以宣扬国威。 世宗之后,又经过了瑞宗和成宗两代的平文统治, 朝鲜王朝迎来了他的头号昏君,燕山君李龙。 燕山君在位期间,制造了乌武是货和甲子是货, 大批知识分子惨遭屠杀。 而且,燕山君还设立了彩虹郡史, 在全国范围内抢争美女和名马,朝鲜各地的女子, 无论年龄,出身,是否婚配,是否怀孕, 只要是长得漂亮,就会被抢争入宫, 甚至就连出家的尼姑和长相阴柔的男子都不能幸免。 燕山君的后宫美女中最为出名的就是, 被誉为朝鲜三大妖女之一的张绿水, 燕山君和张绿水之间的龌龊生活, 放到整个世界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旷古奇闻,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相关历史看看, 这里就不能再为大家继续说下去了。 燕山君的种种倒行逆施, 最终激起了朝臣的激烈反抗, 他们发动政变推翻了燕山君, 拥戴他的弟弟李毅继位就是朝鲜中宗。 中宗在位期间, 有一次因为几个日本侨民被朝鲜军方当成倭寇勿杀, 结果引发了日本侨民的集体叛乱, 日本对马岛守护大明宗义胜, 也亲自统帅四千日军登陆釜山支持暴乱的侨民。 最终日军战败,宗义胜本人战死, 于是朝鲜关闭了, 供日本人在朝鲜居住和经商的窝馆驱逐了所有日本侨民, 日朝两国之间的各种往来也全部断绝, 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三浦窝乱。 三浦窝乱之后, 朝鲜学习明朝杜绝窝寇的海禁政策开始了闭关锁国。 不过在八十年后, 一场更大的窝乱再次降临朝鲜。 公元1591年, 朝鲜宣祖突然收到日本封臣秀吉假道入名的书信, 说是打算第二年春天借到朝鲜进攻中国明朝。 朝鲜军臣们经过讨论, 决定对封臣秀吉的来信不予理睬, 并认为日本不可能真的会发动战争。 所以, 宣祖虽然也派出使者前往北京, 将此事通报明朝, 但是却没有在国防上做任何的准备。 1592年农历四月十四, 十六万日军如约而至, 一战就夺取了釜山, 然后迅速向北推进, 爆发了朝鲜历史上的人臣窝乱。 这时候, 宣祖和他的大臣们才相信了封臣秀吉是来真的, 于是立刻争调曾经多次击败女真的朝鲜名将申拉, 让他统兵南下迎战。 结果, 申拉却因为部署不当, 中了日军的埋伏, 在澹秦岛之战中全军覆没。 消息传到汉城, 宣祖对战士感到彻底绝望, 带着宗室成员和朝廷大臣逃去了平壤, 而日军紧随而至, 很快就攻破了开城, 直逼平壤。 宣祖一行, 只好继续北逃, 跑到了中朝边境的益州。 这时候, 除了益州弹丸之地外, 朝鲜全境基本沦陷, 宣祖只好派出使者, 请求宗主国明朝的救援。 最后, 明神宗万历皇帝亲自拍板, 调陕西提督李如松率领四万明军前往朝鲜救援。 明军进入朝鲜之后, 接连击败日军, 重夺汉城, 日军退到朝鲜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区。 中日两国开始和谈, 李如松率军回国, 只留下辽阳总兵所部七千人防守要道。 然而, 和谈最终破裂, 战事再起, 日本又发兵十四万入侵朝鲜, 而明朝这次派出陈林, 邓子龙率领七万明军入朝作战。 最终在1598年11月, 中日朝三方在陆梁海峡爆发了最后一次大战, 陆梁海战。 这一战中, 朝鲜名将李顺臣, 英勇殉国成为了朝鲜的民族英雄, 也是今天韩国电影取材中的热门人物。 陆梁海战没过多久, 风尘秀吉病逝, 日军也全部撤出朝鲜, 中日朝三方之间总算恢复了和平。 但是, 也因为人臣窝乱的缘故, 削弱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, 剑州女真努尔哈赤乘机崛起, 建立了后金汉国。 公元1636年,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效法中原, 改女真为满族, 改后金为大清, 并要求朝鲜向清朝称臣纳贡, 但遭到了朝鲜的断然拒绝。 皇太极亲率十万八旗禁旅攻入朝鲜, 俘虏了朝鲜国王仁祖, 以及后妃、王子、宗氏等七千多人, 朝鲜被迫归附清朝。 之后, 朝鲜身在清颖、 心在明, 历代朝鲜国王的年号, 都使用明朝末代皇帝朱有俭的崇祯, 作为自己的年号, 并计划北伐清朝, 但最终都因为财政困难, 所谓的北伐大业也屡屡搁浅。 到了康熙年间, 沙皇俄国入侵中国东北, 康熙皇帝为了检测朝鲜的忠诚, 特意争调朝鲜军一同参战, 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罗蝉征伐。 之后, 朝鲜历史上出现了近一百年的和平时期, 经济得到迅速恢复, 再加上明末三先生, 王福之、 黄宗熙和顾延武, 他们提倡京士致用的实学思想, 虽然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异端, 但却在朝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 在实学思想的影响下, 一些朝鲜式大夫摒弃了成诸理学的清谈空论, 转而研究一些强国济民的实用之学, 到了朝鲜英祖和正祖时期, 实学思想发展到了极致, 朝鲜历史也进入了他的第二个盛世, 英正盛世。 所以, 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, 如果当时清朝统治者, 能沿着明末三先生的实学思想, 延续明末龙庆开关的对外政策, 继承明朝神机营的火冲发展, 或许中国在近代, 也不至于完全落后于西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